薪水高啊 然後chill啊 我們時候到就什麼時候上班 在台灣就是這樣 欸~~快點我要打卡 感覺行程很緊湊 到公司以後就是 Yo what's up dude Hey me 聊天 喝咖啡 喝完咖啡 吃午餐了 一年休假可以有幾天 無限 什麼意思啊 你只要把工作做好 沒有時間 跟主管講你就可以休假 這麼好 每次一休到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幾秒 這才叫做放假 三天放什麼戒啊 休三天 跟隔壁鄰居打麻將 為什麼喜歡在美國上班 薪水高啊 還有chill啊 我們時候到就什麼時候上班 在台灣就是這樣 欸~~快點我要打卡 感覺行程很緊湊 到公司以後就是 Yo what's up dude Hey me 聊天 喝咖啡 喝完咖啡 吃午餐了 一年休假可以有幾天 無限 什麼意思啊 你只要把工作做好 沒有時間 跟主管講你就可以休假了 這麼好 每次一休到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幾秒 這樣才叫做放假 三天放什麼假 台灣就是怕你工作過不好 美國就是怕你會工作過低 公司還要賠錢給你 要怎麼樣自己做一個心情調適 你今天是有在美國工作的人 所以回台灣要創業了 哈哈哈哈哈哈 美國休假制度是無限 那我不就可以從年初休到年晚 當然你是要合情合理 那主要是你有這個自主權 那平均可以休多久 一年休個二三十天都算合理 休假一個禮拜你都去哪裡啊 去墨西哥嘛 去迪士尼住個三天 去巴黎看個鐵塔 休三天 跟隔壁鄰居打麻將 哈哈哈 要請命家要扣薪水嗎 生病就很痛苦了 還要扣薪水 在台灣 薪水給我扣一半 哈哈哈 外國很重視誠信的問題 如果你這個人 工作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請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都沒有什麼問題 在台灣 你很認真工作 老闆我要請假 你今天給我吃飯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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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